大家好,這集應該是楊瓶關之戰吧 買多少東西,好,接著就出兵了 我不太記得這場打什麼,但好像都可以出多少人 加起來出15個 自然就用一下不同人 上一場龐德被我自己搞定了 好,就這樣 其實都盡量派強一點,因為這場是攻擊別人 就不是說,可能會有難打一點 可能 最好假設有圈套 首先攻下藍關,以後顧之休 我又忘了再調整螢幕 待會搞到大家看不完戰場 嘩,藍關好像很遠 想調動一半的部隊,迂迴到楊瓶關的背後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怎麼調到後方的四周環山 都過不了他 想借用許柱的能力 的確是因為他是道柴 以半數兵力跟別人周旋 我主力有機會陷入危機 應該怎麼做呢 既然是這樣,派遣部隊迂迴吧 嘗試一下 以後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就需要將行軍速度過慢 而且呢 挺嚴重的 因為 曹君好像到了 只是等他進攻 戰場的分散,謀士都需要增加幾位 曹君一定會經過 如果他們進攻出來就麻煩了 因為呢 其實他都... 攻破楊瓶關,即是曹操通過了 但是呢 其實 如果他們現在主動出擊的話 我都很難應付 因為 最能打的那些 可是我再不打的那些 其中... 典位的呢 就去... 去了... 其中... 典位的呢 就去... 其中... 其中... 現在這樣搞法 啊... 已經這樣搞法 了 行軍速度放慢了 我其實都放得很慢 但相反呢 有一個謀士 一個寶師 其實是不是好事呢 我都不知道 將行軍速度放慢又不是問題的 我不會太快 好 第三回合 放心 不會走得太快 這兩隊都是親衛隊 我還要留意哪些已經超過30回合 但是還未曾... 曹操我可以升兵種 我呢 還有一些...其實我是有些果實的 可以幫他們升級啊 或者升其他東西等等 但是呢 其實我是不記得用的 其實我到現在都... 所以現在有空的 有空的 我記得到的話就會用 但是我記得我以前打曹操轉 甚至我應該是沒怎麼用過的 我記得我以前是不記得用的 我記得我以前是不記得用的 去到第四回合啦 去到早 rhymes 去到了 去到第四回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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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筆 Sexual 去到面子又 Nev 娘 ном 這個回合我會盡量把人放在對方的炮車射程以外 下一個回合我都會試一下弓 來吧,首先章鳥,因為章鳥有鏡海,所以可以吸引別人的箭不斷射 接著是瘀金,然後吵架,除了吵架就死定了 再摸一摸就拿一下經驗值 因為這個回合也不會打算對付其他人 咦,對了,因為李典我也蠻欣賞的,所以重點培育 反而吵架呢,我也有站前一點,但不太前 讓他受敵軍進攻的機會減少 他不會用毒煙?你有事你 唉...終於捱到去 兩邊一起進攻,兩邊夾攻就好些 好,全軍突擊,跟著 背後有敵人? 馬叔說他們不會從背後進攻,馬叔你也很相信? 馬叔真的疏忽了背後的防備? 砍他了嗎?可不可以? 通知魏妍和馬超立即準備作戰,這樣就糟了 你看,關索走出來 其實這樣一點都不輕鬆 如果一兩個回合不能攻破,然後全體進去防守的話,其實會死得很快 衝進去 火陣 然後怎麼辦? 效登 但效登是可以有足夠機動力殺到進去 對,所以先用點位 對,還有電話有機會是燃擊,但也不可以,算了,還是要出效燈 沒有除房 哎呀,落盡沒辦法了,落盡先去兵型裡吧 對了,先拿一包米,這裡許處要盡快衝進去 不是,效燃 搏一搏,酸乾 搏什麼呢?就是盡快弄好弓箭手 還是不要弄弓箭手,因為他會打張寮 其實這裡後面四個都是 算了,這樣 對了,先弄好弓箭 再加上效燃 接著到章鳥 哎呀,因為章鳥可以打 因為我有蛇矛的話可以打兩隻,但打兩隻都打不死 但是這邊,你看看西紅騎兵一個回合就到了,所以沒辦法 能夠減少一隊就減少一隊 好,接著 接著 章鳥 這裡有一個,差四十六,就對了,搞定他 不是太行 其實有點蠢 好,這兩個點 其實就是這樣 卡住了 我擔心了 卡住了,可以送你 沒有辦法,等吧 但最重要要先搞定章鳥 因為你無法阻止西梁騎兵 喂!喂!喂!不要那麼多 有三隊脫離混亂,因為脫離混亂那些應該是馬上...哎呀! 拼不到,我打算拼一下那些人還未回復混亂 現在這樣就死了道士 算了,又不用死了 但是下個回合殺到,你想一下,多嚴重 原來是這樣的,原來用沙布是扣ED 糟了,用錯計 我還不想這樣 糟了,下個回合西梁騎兵就殺到了 1.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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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兩點怎麼搞錯啊?這麼廢話啊 要找人打多東西才會死 用多東西毒霧 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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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能進去就進了 進不了也沒辦法 好,吵張 剩下88 我一定要有人衝上去 搞定其中一個 搞定孫乾 又搞定章 其實兩個都難搞 一搞定其他人就可以進去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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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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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人做拆車的工作 最後,因為李典是重步兵,希望他可以捱到兩下,或是他一個頂掉西梁騎兵 那就可以救回賈他 希望,但多數都不行 因為他還是風水士 用不到大補給 哎呀,真的差一點 已經是打算拆炮車了,但不能拆 好,重步兵打8級 嘩,馬超來的 假虛又生勝 在這個情況下,他知道要頂得住 他又真的頂得住 李國五 以及磚頭攻擊一下 一次過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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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連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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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喂!怎麼搞的?又是這樣嗎? 很麻煩,因為還有很多人要殺 因為這個回合要走位出來 雖然這樣燒兩點都要 然後就... 要弄個弓兵 怎麼辦呢?首先動了點位 不應該打張翼,也應該先弄個弓兵 對,順手 用... 用賣槍進來 然後打他 再來也是毒武 好,一次過毒三個 好,待會其他人也可以進來 先進去 滿重 咦,也不能進去 換了一隊才 那邊的刀 起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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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吧,然後,刨登 取住,退後 好,先搞定張翼 進來立即方便很多 自己吃粒米,先擋一擋 然後曹操進來 小寶給張鳥 這樣吧,不如算了 跟簡翼護射一下 好,搞定 就這樣吧 嘩,誰用了輸送? 嘩,糟了,張鳥都不一定這樣 因為他還要擋多兩個 而其中一個是馬超 哎,幸好他擋回一個 而其中一個是馬超 因為他打李典,我就不太害怕 因為李典夠厚血 然後他打馬超 嘩 要再看看 由於下雨呢,很多計都用不到 假虛有大補給,所以也有用 暴兵吧,駱俊 駱俊,駱俊,駱俊 還有一級,他又可以升什麼 他應該又可以再升,不如弄死他 用毒煙弄死他 他又可以再升級,再下一種,不知道會變什麼兵種 總之都會是好東西 好,接著就煲手金煲 先拿土,然後駱俊 先清他一個 然後駱俊,駱俊應該這樣移動 這樣他只剩下兩個人,每一個回合只有兩個人打到我 其實這樣情況就好用很多 這個情況 駱俊走上來 先把駱俊走上來 暫時應該這樣放一個陣 暫時應該這樣放一個陣 然後再弄 然後剩下 剩下就要 換一換隊 下一個回合 下一個回合再排過 好,暫時應該這樣 好,暫時應該這樣 來吧,西人騎兵 不要緊 因為他現在這樣放一陣 他只能攻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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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只剩下一點 既然只剩下一點,就算了 算了,你被人連續擋兩東西,你快不快點啊?我原本不是打算這樣擺放的 算了,幸好後面還有個徐房 因為其實是會直接受到人家攻擊的 4點28 但是殺死了西蘭啟燈 好,下個回合再慢慢擺放 什麼? 小伯母好,你不在這裡 高波,你也要不要小 Edi 過程是寫著一位 大聲,是整個強勇 我可以學了一些場面 繼續用毒煙 今天到這裏為止,你很久沒得再回來 可能下一集就會回來,繼續讓我打走 算了 有誰需要補吸一下呢? 照計應該放在這個位置 不過其實都未必的了 這樣先放 其實這樣輸送不是耗他很多策略值 不夠理想的情況 我有三手回合,我用三五個回合 無論如何都殺了這隊,所以我不是太害怕 好,集中射槍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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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開 怕你嗎? 後面馬昭中了 馬昭又跑了 你不走過來 不走過來打我,太可惡 嘩,搞定了 有空先弄一下旁邊 刨冤應該射你不死 刨冤好像也不是很厲害 好,就這樣 好,30級 哪些人要進去補血呢? 嗯 好,就這樣 好 立命內 搞定 好 差不多是時候要反攻去 啊,可以 咦,不對 穩陣一點再加,加血好 對啦,穩陣一點,加滿自殺出去 對啦 尿花 做先鋒 因為屬中無大將尿化做先鋒 就是形容在三個時代後期 其實那些有名有勝的將領都死得七七八八 特別是在這個熟漢那裡 所以連打這個 連阿尿化這些根本都不是真的那麼厲害的 不是真的那麼厲害的人都需要走來做先鋒 以前,先鋒找誰呢? 噢,可能趙雲啊 一來就找趙雲做先鋒 或者找張飛啊 哇,很厲害啊 後來就不行了 呃,好 試一下 先燒一燒它 再加毒煙 非常好用的計查 因為不需要看天氣 遇到你集中在我打曹操的 比我都會啦 對呀,他又會打一下司馬爾 記得 你打司馬爾對你有什麼好處 好 先看看 好,這個回合就搞定這兩個純紅獅 都搞定得很快 一包 一包 嗯 嗯 怎麼可以搞到你鹽呢? 好 首先 再放毒煙 看看自己人的血如何 血的情況如何 先 孔明和馬叔的計謀 再扎實一點就好了 撤退 怎麼會扎實呢 打得贏就扎實 打不贏就不扎實 所以他打不贏就不扎實 真的要好好的 製造了機會吧 駱俊 放在上面應該是會被你升級的 好,升級吧! 升級為曉術士 異賊能不能再升級呢? 可以再升,這樣就升了 升級為曉術士 基本上復兵都被我弄好了 好,接著就有14個回合 打一堆而已 不過呢 也有機會難免損傷 因為 難免損傷呢? 先看看我能否引到 先用點位 忍一忍 我看能否引到多少人出來 最重要的是 弓箭手要走得快些 接著 由南到北 把他們的 工兵 把他們的發射車 逐個逐個掃 打到 咦? 忍不住 因為照計他可以 打到 照計他應該可以打到我 我 動不住 慢慢動 慢慢動 不要太心急 好 如果他不走出來 他就打不到我 這個回合要量度 這個回合要量度 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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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天程 開始拆他的炮車了 想辦法 怎麼可以拆他的炮車呢 好,烈火 好 如果射到兩隻炮車就馬上收工 射不到兩隻炮車 好,接著是Jernio殺上去 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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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煙 還是雲圓攻擊是怎樣的? 哦 毒煙 明明 因為我要甘��一隻工兵 現在 似乎沒有辦法搞他 沒辦法 搞不到了 搞不到了 搞了冰形外面 搞了關外面那些 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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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需要補給一下 似乎都沒有什麼需要 先代命 好 下個回合攻進去 你想割我 都好 剛才這樣的話 除了好他的策略 就是 立刻那隊 那隊步兵立刻 變成 由於是一個混亂狀態 所以諸葛亮就要 利用他的行動回合去救他 好 那這個回合 首先 有沒有人做勇者 找人做勇者 哎 不是不想找 做不到 喂 啊 算了 這個時候再派落盡 就差不多了 咦 不是啊 算了 都要給他升級的 跟著 掌條 一殺殺 一殺就扣了兩個 然後 後面呢 有 有 嘩 差一點點 嘩 差一點點 想著有機會 現在要先把暴兵弄好 先把暴兵弄好 嘩 嘩 不行啊 哎呀 哎呀 反擊 竟然反擊他 擋了 那這個回合就搞不到馬叔 不要緊 不要緊 搞不到馬叔就搞定了 搞 就搞一搞上面的 咬妻吧 咬妻吧 勇士當頭 還有現在已經 其實現在都大焗已定 沒什麼所謂 反正都大焗已定 沒什麼所謂 是 好 那陣 我 現在要加點位 不過 不是 由曹操加 這樣吧,沒什麼所謂 如果射到兩隻可以弄好黃瓶 不過射不到 基本上大局已定,就算效敦走前一點,冒險一點點 諸葛人還會不停互送 不停互送 直接用換隊 最前線的幾個都需要加 好,剩個30級了 對面 對面 去摸一下黃瓶的經驗值吧 後面的步兵不動 差不多了 好 還要下雨 算了 都差不多 還可以 還可以用一下毒煙 好 差不多了 應該一兩回合內就可以完結了這關 去到這個時間 先補血 靠補血都升到好幾級 已經 三十級的年老兵 已經是 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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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進去 好,接著繞著他背後,其實諸葛倫竟然被我打到變混亂狀態 不過他又不是中計的,所以也不太怪 隨便吧,都是好下策略值 這裏我就不操了 多多個毒煙去探一下,搞定 其實城裡應該有回復道具,應該有肚子 但是我忘記了,不過算了 忘記了也沒辦法 都沒什麼所謂 楊平關戰敗的屬軍,敗走劍國 終於拿回漢宗 漢宗是一個煙喉妖地 不過屬軍主力還在,一來 二來就是,其實 李白也有首詩的說過,叫做熟道蘭 可能大家也有聽過,有首詩叫做熟道蘭 形容,走進四川的路,特別是以前要進軍的時候 其實是不容易的 漢宗也是一個難,出入也不容易的地方 大家應該都 聽過漢朝時候的典故 要經過一些路出來,也不太容易 所以,照計要走進熟漢的領土裡 去征服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別是漢宗有一個要塞,叫做劍國 絕對不容易去應付的地方 我們現在看看 再看一看,其實買東西都差不多了,只是買那些東西而已 沒什麼特別 然後,我過去那一場都沒有拿過什麼裝備 所以都差不多 下一集就進軍劍國 劍子成都 先拿劍國再取成都 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 拜拜